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 针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侦查 值得关注 报告显示 中国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资产持续遭受来自境外的扫描 锈探 日均超过两万次 目标涉及境内能源 制造 通信等重点行业的联网工业控制设备和系统 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攻击相比 上述网络侦查行动更可能具有较强的政府背景 在此情况下 中方更有理由对此前美国媒体 关于美国大力推行网络空间持续交手战略 降低授权门槛 肆意对他国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发动攻击的报道表示担忧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 网络攻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一关主张 各国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话 合作 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也呼吁各国在网络空间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 增进自身的网络安全 特别是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免受威胁和破坏 我这里想告诉你的是 无论是涉疆 还是涉港问题 都是中国内政 中方反对任何人 任何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中方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我们也反对在边境争议地区 开展以军事争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中印双方近期达成的共识 任何一方都不应在边境地区 采取任何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以避免影响双方 为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 蓬佩奥扬言构建反华全球网络 这是痴人说梦 他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他的继任者们也等不到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就不会到来 那么首先我想告诉你一点 就是有一些机构 曾经发布一些所谓中国 在时空县附近建设一些新的军事基地 或者设施一些设施这样的报道 那么有关的报告所描绘的情况 完全不属实 是别有用心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还想告诉你的是 中方一贯严格遵守中印两国签署的有关协定 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同时坚定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 长期以来 中国边防部队在时空县中方一侧活动 严格遵守两国间的相关的协定和协议 我们希望印方同中方也相向而行 共同地实现边境局势的缓和降温 避免为双方 对双方为缓和局势的这种努力 增添复杂因素 我们认为呢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是当今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任何的多边 诸边 合作呢 都应当秉持 开放 包容 透明的精神 而不是搞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 都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 相互理解和信任 而不是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 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与发展的事 而不是相反 感谢观看